主料,备豆腐500克,辅量,猪肉馅,油,盐,大葱,姜,胡椒粉,生抽,盐,番茄酱,玉米淀粉,醋,糖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一些豆腐和肉馅,把豆腐捏碎,不要客气越碎越好,捏好的豆腐加入豆腐量的四分之一淀粉,再加适量盐, 装好的豆腐泥被用,把葱姜切末放到肉馅里,加些胡椒粉,盐,生抽,香油,向一个方向搅拌,让其上进,肉馅就拌好了,把豆腐泥拍成饼状,加上一些肉馅,再拍一个饼状,盖在上面,拍时,全部包好了,平锅加一些油,等又热了满入豆腐饼,底面煎都可以成型了,翻个煎定一面,熟了取出杯子, 再准备一些,葱姜末,小半碗番茄酱,调一碗淀粉水,里面加适量盐,醋,糖,淀粉和水,炒后放油,烧热倒入葱姜末爆香,接着把番茄酱倒入翻炒,最后倒入调好的淀粉水,烧开,倒入煎好的豆腐饼翻炒下就可以出锅了,都做好了, 装盘,烹饭技巧,煎豆腐饼的时候,不要着急翻个,一定要等底面定型,没定型容易翻碎要注意淀粉量,豆腐的四分之一就行,淀粉多了就没有豆腐的香味了,不好吃豆腐要选用韩食厂的北豆腐,豆腐包馅的时候,选用它的方式,整成饼状,不要捏, 一捏就碎了调肉馅的时候,要向这一个方向搅拌,这样调成来的肉馅不容易散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